那个晚上让我思考了 我不只是要留东西给我的孩子 我也要留给下一代 我是姐姐 姐姐丹 我本身是一个录音师 少年纪念 The Playhouse 中文名字叫做生活小戏场 声音的声 生活的火 小剧场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个人觉得 其实艺术是有生活 那我们这个剧场主要的是 会搞一些舞台剧 成人的 有给儿童的 然后包括一些小型的音乐会 那时候我刚刚开始 就有一个孩子 那时候我就想说 我身为一个声音工作者 我可以给我孩子什么东西 因为我是玩声音的 我就要把声音留给我孩子 我记得那时候有一次 那我孩子大概是两三岁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 我就跟他在外面乘聊 突然间我就跟孩子讲说 我说 宝贝啊 三年前的时候 你没有出世间的时候 每次下完雨 你会听到交响曲 你听到很多昆虫合唱团 很好听 然后我儿子就很直接反应了 有吗?没有我? 那时候我就想到 是哦 的确没有了我 就是这个点 那个晚上让我思考了 我不只是要留东西给我的孩子 我也要留给下一代 去年我开始 就是所谓的 儿童音乐会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 就很多人就是 很不理解 然后做不到 蛤?儿童音乐会? 可不可以哦? 你让小朋友们坐在那边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半这样 听到音乐会 我的概念是用比较偏向于古典音乐 他们更加不能够理解 我一个朋友 两宫朋友 包括那孩子 是第一次踏入剧场 看完了过后 开始跑出来跟我讲 我没有想到我儿子 两岁罢了哦 可以坐在前面 坐在这个位置 可以一个小时 在家 他控制不了他 所以这种我类似这种 有时候 一些朋友啊 或是观众 的反应 让我 或是我伙伴 我们觉得 这个Playhouse的价值 一直在这边